有個調查發現 日本每10對夫妻裏面 就有一對是用交友APP式的 更好的研究是說 如果你用交友APP式另一半的話 那個離婚率是會比你在現實生活式另一半 是會更加低的 那今天我們就說一下 究竟交友APP式不認識到真愛 根據statista的調查 香港大概有50萬人有用交友APP 市面都有很多種類滿足不同人的需求 例如是結識朋友、找飯腳 甚至是找性伴侶、特殊性癖好的人 而今集兩位嘉賓就是用Coffee Mix Bagel所認識 也是其中一個比較公認 是找穩定交往對象的交友APP 那我們今天就請了兩位嘉賓 分別就是Bonnie和阿銘 歡迎歡迎 他們兩位是非常好的一個成功例子 因為他們就是在交友APP上認識 然後就拍拖 然後現在就結婚三年了 我以為你說生兒子 寶寶你們就在 問大家我們三位主持有沒有玩過交友APP呢 我之前玩是用來找床房姐 我們那次是一組幾個同事 在做一個關於交友APP的故事 然後就有三個都沒有玩過的經驗 然後就不同人單用不同的APP 然後每天每天都在玩 我找女朋友都沒有這麼認真 說給你聽我玩 在交友APP上認識異性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不太行得通的 因為我就會有那種交友APP 有很多人會跟你聊天 然後你就要跟那麼多個人 最後就跟那麼多人… 然後我就放棄了 其實我們都經常聽到兩極的例子 有些人就覺得玩得很累 就失去了 有些人真的可以開花結果 其實心理學在外國的研究到 有什麼因素可以影響到 有些人覺得很累 而退休了會不成功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用的時候 因為太多選擇 反而我們就會覺得 這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見完之後 隨便吧 有一點點不順眼 我就Swipe了它 其實對比 你想想 現實生活中 我們面對一個人 我們都不會這麼快 用三秒內就做一個Judgment 去Swipe了 或者Swipe有 才令到我們很少 真的用了很多時間 去了解這個人 然後去開放一個深入一點的關係 那你們可否大概簡介一下 之前玩交友App的一些經歷 因為那時候 已經睡了 想找多一些隊長 不如試試吧 為何你會想用交友App 來認識新的隊長呢 因為我是想認識男朋友的 就是抱著這個目標去玩的 玩了應該一個多月就認識了他 有沒有暗明是怎樣 開始了玩交友App 玩了多久呢 其實我記得我一開始是玩了 都是Coffee Mix Bagel 好像玩了七個月 但我停了兩個月 然後其實有些電郵 有些電郵 想找回你的已經沒什麼用了 就傳回說 其實我這個App有些新功能 我以為有些新功能 我以為有些新功能 然後他就說 有新功能 新功能 所有Metro粉絲都被我玩了 玩了嗎 沒有人可以混合和聯絡 你要更正發言 嗨 就是叫Hello HELLO 但是 傳個要求 但是就沒有人回答 或者很少 都說的 是會常出現這個情況 其實有其他資料的研究 就是最最主要的 放起碼要四張照片 或以上在那個Dating App 就會增加你的成功率 就是因為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別人在多方面 看到了解到你多一點 都會考慮得你多一點 而那個ProfilPick會放什麼照片 最重要都是突顯到你的角色 就是假設你全部都是這樣站著 很正經的 其實你都不會太了解到那個人 很多Research去說回 如果最主要就是 每一張照片都突顯到你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性格的特徵 特徵 或者是假設是全身 或者是你的衣著等等 你都可以表露多一點點 你自己的個人特點 如果連同一兩個月我沒什麼玩 其實都接近一年了 所以聊了幾天 三個星期就約出來見面 聊三個星期才約出來 算不算久 我覺得算快 是不是以交友App來講 以交友App來講 我覺得算快 我覺得看新的Generation 可能新的Generation 零、零、舊 舊的Generation 三個星期就差不多了 已經幾個星期了 跟她聊天 覺得很多話題都合聊 講解觀也很合理 那就聊聊了很久 那天我們約了11點 11點就去咖啡 想著喝杯飲食吃個包 誰知道聊聊了7個小時 7個小時 即咖啡沒有趕你們走 其實是吃了一半 然後我們去第二島 本身已經完結了 但覺得好像還是由未盡 想繼續聊 不如再轉場 交友App的感覺是 大家一開始就是 我是找對象的 所以如果剛才就 大家心目中都會 會遇上到 還未繼續朝著這個方向 所以就會快一點 我們現在有一個封閉的 就是叫Yoyo Hello Yoyo Hello Hello Yoyo本身就玩 交友App 玩了一個經驗都有10年以上 約會的經驗都有差不多20次或以上 10年以上經驗 你是由多少歲開始玩 都很資深的 我想我中學都開始玩的 但在我中學的年代 是沒有App這件事 那時候就很流行在forum上 招聘會 去認識不同的人 到後期有自然電話 就轉了用App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縱伏的經驗是怎樣的 我曾經認識過一個男生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是單身的 於是相處了一段時間 我們沒有確立過我們 到底是否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有一次被我無意中發現 原來他是有女朋友的 於是我就砍爆了他 他說他有9個女朋友 但你有沒有說 你那時候認識了他多久 你才發現他原來不是單身 是在說謊嗎 都差不多兩個多三個月 其實可能你是用教育App的心態 不是真的認真想找男朋友 不是的 其實我有一陣子 我在題目上是想找男朋友的 但是你要明白 玩得一個App的10個男生 可能有9個都不是認真 有女朋友 甚至乎結了婚 不同的情況都會有的 無論你是出來見 還是你開得這個App 你等一下就要保護自己 不好的男生 還有一個有心想跟你拍拖的男生 出來的分別都挺大的 啊 比如如果他沒有心約你出來 可能他會求你約你去一間餐廳吃東西 跟著可能就很想約你去看電影 到看電影黑黑黑黑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手多多了 他不會享受那頓飯 因為他的氣肉在後面 對你認真的人不是的 在你跟他聊的過程 他已經想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就會感覺到他跟之前那些人不同 我不相信想有下文的人 會不會理你這些問題 我有聽過你說的 我一個對象是不是說 跟你說分高又出入 很多女生都會在意一個高度的問題 他說我也有175 有180 那我自己就16多 我覺得都OK 起碼你也高過我 最多出名就是平牌 你怎麼出來了 矮碗不只肥了幾個馬 一五幾 壓縮了那個人 誠實一點去接受自己 你怕別人不接受你 那你自己也要接受你自己 那你現在這個男朋友 都是在家樂app吃的嘛 是啊 有一百零的 沒有騙我嗎 要強調 要強調 你是感情狀態嗎 很穩定的 他是對我超級好的 那如果沒有意外 都應該是結婚頓獎的 哦 恭喜你 你是沉不沉默默10年 然後結尾找到一個 家樂app是純粹是一個渠道 你用什麼心態去認識別人 還有你剛好遇到江江 你幸運去認識到誰 是真的講運氣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不用客氣 謝謝 我覺得他也帶了很多真理出來 譬如他剛剛說到假想那件事 其實你如果真的想認真去透過交易app式朋友 你首先要embrace自己 你要接受自己一些不好的地方 到你真的要跟別人建立不過真的關係 你就要坦誠一點 我都很認識 即是經常都說向外 即是look for向外 但其實原來要向內看 越認識自己 越知道自己 還有怎樣跟他人交 即是其實玩交易app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是認識和探索自己的過程 是個人成長 你們自己玩交易app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與其中跟他的真人 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有 其實都不需要刻意問身高 很多都會寫上 然後一見到那個 好像跟我那裡差不多 但出來見他是高過大分 你本身有多高 他會用高你多少 你目測 我178 他都是填178 這個 但出來了覺得他更高 米8多 我高頭看著他 還是你報誓 我 我手樓上就有一個調查結果 就是訪問了大概超過2000個有玩交易app的香港人 發現其實有四成人 其實玩交易app是想托闊你的社交圈子 有兩成人是純粹想娛樂自己 怕悶 有15%大家都會猜到 就是想找一夜情或者性伴侶 最後是剩下兩成人才想找一個穩定的伴侶 變相你在玩交易app的高浪圈裡 你要真的能夠配合到我想找一個穩定的伴侶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你說之前 我也不知道那麼少人是想找伴侶 可能我以為一半一半 如果他一直都是聊一些很吃喝玩樂的那些 或者他說很多很曖昧的事情 但我感覺到那個人好像很享受說這些曖昧的事情 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沒有一些再實質一點的事情 就好像不太合適 我們都收集了一些讀者 投過來的一些不同的個案 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從小到大都是讀女校 認識不到異性 就和一個男生在app裡面認識了 經常都會說電話 第一次看到那個男生就約了在海旁邊 然後大家聊聊天 他說樣子是很肥肥的 很老實 誰知他就不斷抱我過去 用手來搭著我的肩膀再扯我過去 之後就射了下來 最難受的是他把嘴巴叫蒜泥白肉 很可憐啊 蒜泥白肉 蒜泥白肉很好吃 很多陰影 但他有說我是一輩子的陰影 他覺得整個約會的過程都很不愉快 我有聽過朋友都是類似的 他是女生 約出去看電影 之後他又喜歡穿短褲 然後那個男生 剛好關燈 就伸手去摸他大腿 這個也是食心飯 第一次約就不要約去小人的地方 約去一些很光亮的周圍都是人 這樣就不要那麼容易出事 在Postor 在Postor真的很棒 你有沒有試過把你自己這個案子和家人當 可能媽媽這樣 通常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你怎樣認識 其實我呢 我家人是 可能我和家人的關係比較近 所以我開頭裝交友App 再多一層安全網 會和我媽媽說 跟媽媽交友App 跟媽媽一起選這個 這個不可以嗎 媽媽的魔頭規矩 那時候認識了幾個會 真的會給她看 你覺得這個會 那時候跟她在聊天 都發言得OK 都會給媽媽看 我現在跟這個人在聊天 媽媽說 看照片 你整個叔叔 好黑啊 你未見真人就是這樣 但見了之後就OK 所以我家人的開頭 沒有問題 你安全就OK 變成了突然笑了 就想看下有什麼人 這個挺帥的 然後就在一起看 媽媽也裝了 你媽媽有沒有問你怎樣認識她 沒有 沒有 內向到沒有怎樣跟媽媽聊天 因為其實她不太熟悉電腦 跟她說手機App式可能她不太明白 那你怎樣跟她說是怎樣認識她 我記得她有次說笑 跟媽媽說在街上都收拾 一樣的 在街上的那個App 都這樣收拾 但都沒有很多過問 可能她媽媽覺得 兒子找到另一半已經很好了 那我現在談的這個Case就是 一即中 雙方都是第一次玩交友App 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拍拖的童話故事代表 好 我們給點授聲 我們也補充一點 因為我們曾經做過一個 叫做交友App的專題 那時候我們的同事就 就找受訪者的過程裡面 就認識到Jack的 Hello Jack Hello Hello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那時候是怎樣認識到 你現在的女朋友 大概年多之前 就有一個專門是 播放素食者的一個交友App 那我就好奇之下就下載了 其實我之前沒有玩過這些App 然後呢 看到有個女生這麼有趣 頭像是有一隻狗狗在那裡 哈哈哈哈 他的狗狗 笑得很開心 然後 就是 完全是因為那張動物的相片吸引到我的 然後呢 還有他笑容 當然 覺得他笑得很燦爛 這個女生 要不要聊一下他聊天 跟他聊了 聊天 沒時間 然後 他 就 有表明他的身份 然後再見到幾次 兩個月左右 然後我們就一起了 如果是交友App來說 那時候也算長時間 其實就是 也有一直聊天 因為在訪問的過程中 發現原來大家都有很多 共通點 還有你們也是 多一些話題去 去談 大家素食者都會說一下 為什麼會開始吃素 然後就變了 很容易有個話題去引起大家 一起去談 其實真是很幸運 我剛好遇到一個女生 大家有很多共通點 嗯 事愛位 對 我隔著螢幕也覺得有少少少少少 突然這樣說有點害羞 我也OK 我覺得你很好 讓你們開心 那你剛才聽到阿Jack的 一拍即合的童話故事 我都覺得 我隔著螢幕也覺得很甜蜜的感覺 你聽到這些故事 就覺得 原來世界上真的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知道你好像 對世界 多了一點信心 多了希望 我們那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跟阿Sam 都叫做見證著 他們的發展過程 我是超開心 就是我覺得是人生裡面 頭三聽過最棒的愛情 我們都很多時候是用 chat room 去做第一方面的溝通 可能 verbal上的 communication 就比較重要 在另一邊角度上 我們有聽過很多故事 為什麼每天都在討論我吃了什麼 我上班 下班了 可能一些比較流於表面的一些對話 其實就很難真的去 form 到一個 decision 或者 form 到一個 connection 所以我們會建議 其實兩個人 是怎樣才會 叮一聲做到那個 bonding 就是真的 你會說一些深入自己的事情 令到別人覺得 我真的了解這個人 其實有四個因素 主要會影響到人 與人之間的吸引力 第一個就是 proximity 就是那個人跟你距離上 近不近 你就會容易去 develop 到一個關係 或者覺得他比較吸引 比較多好感 第二個就是相似度 可能我們聊聊天 發現我喜歡小動物 你又喜歡 你有羊貓等等 其實相似度 性格 價值觀 或者興趣 都好 其實我們只要覺得 對方跟自己很相似 我們都會因為這樣 而有一個很親切感 而喜歡對方多一點 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 reciprocal 如果對方對你好好 如果對他本身也是OK的話 很容易會這樣 就會造成一個 positive loop 就會互相不斷增加 最後一個就是大家都經常會想到的 就是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其實老實說 其實樣貌 都是對比 在一個關係上 都是配合一個重要的角色 剛才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要自己之肥 有很多交友app 你可能選擇過最適合自己 做回真實的自己 這樣去認識 那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做得最好 那你懂不懂得去遲早 那今集Pinot Talk 你們其實很開心 請了Bonnie和阿銘 跟我們分享了 那麼多自己個人的故事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topic 是想知道的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集就完 希望下次不用再見到我 真的 我又是沒玩過 又是找我 我也是 其實是 下集你就成功出潑 好 拜拜 拜拜 即是快點知道對方的目標 是的 但如果你是發生現實的話 可能剛才我認識你 我想生一隊小朋友 生一隊足球隊 反而會很奇怪 奇怪 我們認識了這麼久 你說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你有沒有對著鏡頭說一次 我不說了 等著鏡頭說 鏡頭的觀眾說 哪一個鏡頭有三個 我想生一隊小朋友 想生一隊足球隊 我想跟你生一隊足球隊 想跟你生一隊足球隊 請考慮 DM 這個IG 是 我可以想生一隊足球隊 那是 你去過 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